大家好,我是Stan 前几天我看了一个给10年后的自己留下影片的YouTuber的故事 我快速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个内容 今天要拍一个时光胶囊影片 我要用影片写信给10年后30岁的我 这10年我都不会去看的 你好30岁的Charlie 你现在应该会觉得这家伙发型怎么这个样 但是你过去真的很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 总之这就是现在的你 现在搬到伦敦的新家已经3个礼拜了 我给你看看 不知道你到了30岁后桌子上还会不会有玩具 希望会有 然后你还有室友 记得吗 嗨 我们10年后仍然会是朋友吗 那当然 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应该死了才能分开吧 我现在还是单身 你现在有老婆了吗 漂亮吗 有趣吗 可能也会有孩子了吧 我很好奇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希望你能继续拍影片 这是你喜欢的事情 然后我最想说的话是 你曾经真的很幸福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朋友有家人 这样就够了 总之10年后再见吧Charlie 这位YouTuber的名字叫Charlie McDonnell 2010年2011年当时就突破了200万的订阅 是非常有人气的YouTuber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10年后他的近况 在拍完这支影片的9年后 也就是一两年前开始 Charlie就不拍YouTuber影片了 他表示 这10年来经历了恐慌障碍忧郁症 他被关在自己创造的YouTuberCharlie的世界里 让他感到非常疲累 做影片也不会再觉得快乐 而现在已经离开了伦敦 与女友住在加拿大 对于跟室友还是好朋友吗的这个提问 他没有回答 但是他表示 目前影作者正在活动 比起以前现在的生活比较幸福 然后对于网友们提问的 有没有打算看着10年前的影片 做reaction影片的时候 Charlie回答 他现在与影片中的自己已经不是一样的人 情况也变了 所以没有那个打算 一个人的人生真的是 但是当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触 感慨 然后在前几天 有观众提醒我 Thank you来了频道 已经上传了第一千支影片之后 我突然也想拍一个 给10年后自己的一封信 你好 Den 还好吗 10年前的你 一直都是戴着黑色帽子拍影片 不知道现在也是不是那样 也好奇 10年后的你 还有没有继续在拍YouTube影片 毕竟这里是 你跟观众们有着很多回忆的地方 而且是你喜欢的事情 所以希望你能继续拍影片 接受KPOP 然后一直都想要环游世界的你 现在住在哪里呢 跟英善的关系还好吗 英文还是很烂吗 减肥成功了吗 影片结尾还会做奇怪的表情吗 还是兼职YouTuber吗 总之想要告诉你 你现在虽然过得很忙碌 但是真的很幸福 所以希望10年后的你 也是一样的幸福 那么我们10年后再见吧 10年的话 现在是小学生的人会变成成年人 中学高中生的话 应该会大学毕业开始工作 二二三十岁的人 也可能会结婚生子 为了各自的梦想再打拼 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在影片底下 给10年后的自己留言 然后我们在10年后的 2032年1月12号 一起来开箱这个影片 以及大家的留言 打拼 两个视频 Dan 把这种小听下去